哈喽大家好,我是直言,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球 这一期视频呢,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女排 聊聊目前世界联赛正在进行的咱们中国女排 世界联赛第二战和加拿大女排这样的一个对拼情况 那么目前呢,比赛已经是三局打完 而咱们中国女排在前两局和对手打成了1比1平之后 第三局咱们是获得了球队的胜利 那么最终我们目前现在是2比1顶先 拿到了一个很好的获胜的先机 可以看到在第三局比赛当中 那么中国女排,首先我们在场上不再像第二局 那么慌乱,在场上咱们的状态有了很好的挥暖 而加拿大女排方面,她们确实在场上是呈现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那么在第二局发挥神勇的加拿大女排 来到第三局以后,被咱们中国女排在状态上有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碾压 对吧,那么在场上呢,加拿大女排她们失误比较多 可以说随着状态的崩盘,加拿大女排第三局的比赛 没有了还手之力 反观咱们中国女排方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 那么中国女排,我们的两大副公手 王燕燕和袁新月都在比赛当中打出了不错的发挥 那么尤其是王燕燕在第三局的比赛里 个人的扣球质量非常高,多次的扣球帮助中国女排得分 那么让我们在场上建立优势 而咱们中国女排的坚硬公相宇,在第三局的比赛里也是打出了现象级别的表现 那么她的发挥也一定程度,帮助林燕缓解了场上个人的压力 那么当中国女排在24号位都有优秀的发挥以后 当我们的副公在场上也能发挥出个人进攻端的实力 那么这样的话,中国女排整体性就更加的明朗了 所以说在场上,我们是越打越顺 那么最终第三局,我们也是以一个大比分拿下了对手 也是获得了本场比赛,拿下比赛的先机 而我们也希望中国女排能够继续延续这样强势的表现 能够在下一局比赛当中顺利的完成球队获胜 那么我们也期待了中国女排在接下来的比赛里打出更好状态 好,那么本期视频就留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持续来关注中国女排